天真活泼的少女 怎么也想不到放学后 到社福机构念客服班 竟惨遭学长伸出狼爪 拿出少年写的自白会过书 被害少女爸爸崩溃怒孔 纽约在前年7月 进入一家民间社福机构 就读安亲班 没想到却遭学长 利用上课前及下课后时间 在机构内的长椅上 一周内七度强制猥胁 甚至还拿出手机拍照录影 相当恶劣 但身为法定监护人的他 第一时间却没接获通知 事发两个月后 经由社会局告知 才知道女儿受入 爸爸犯而提告 但他怒控 位在新北三重的这家社福机构 规模庞大相当知名 事发后却白烂不提供监视器 还踢皮球说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关不了 不过机构则强调 不是不提供是没安装监视器 却仍威胁后也马上处理 少年法庭判定加重强制猥胁事实 后续社会局也持续对双方进行辅导关怀 只是年纪轻轻的少女 上个客服般经遭遇恐怖性侵 恐怕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记者黄明君黄昱蓝星美食报道